我们就放一个X在中间 那记得前后加一个万用资源 应该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反正就把那个东西给查出来 那有点类似Excel里面的筛选 反正筛选有点像包含 include哪一个关键在里面 那我们就把资料调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做出蛮多查询的需求了 OK很多地方嘛 反正只要栏位 你会发现生活里面太多这种东西了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 因为刚刚是编号是数字 那这个是文字 文字的话记得用like OK你也可以查其他栏 比如说你要查那个血型的话 不过血型就没那么复杂 血型的话就不用万用资源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ABABO OK那基本上就不用那个万用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查的是 那个日期的话 比如说生日 假设我今天希望查什么 做个报表 我们那个像现在健身房我看也蛮贵的 一个月好像还要一千多嘛 然后还要入会费嘛 然后买课程嘛什么的话 那不得了了 算起来其实 而且如果你刚开始觉得你自己会去 后来发现其实你都没有时间去 他又赚到了 OK所以 有的时候他刚开始想 会跟你讲说你这样会强迫自己 你缴了钱之后你就会来运动 OK 最后其实还是发现 那所以像这种会议系统 反正你只要有一个有人要管理的你就需要一个database 然后有database你就需要有一个程式去管理 那管理的可以是用一个windows的界面 或者说你可以用web 然后或者是用app都可以 反正就是管理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 透过那个程式去下seql的命令 给后面的资料库 他可能会新增就不用return 那如果slage就return回来 所以基本上 你们现在学的东西就是一个中介层的这种角色 所以以后不管是你是用python一样 或者其他语言都一样 打怕你家来写手机程式也是一样 或者网页也是一样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日期的话 那我这边有一个日期 不过日期的话 可能我就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between end 有没有 哪一天开始 哪一天结束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什么 查 假设我们不要那么复杂 我们就用 查什么 查那个七年级 或者七零后好了 假设用那个七零后 因为你用那个七年级生也可以 七年级生变成要加1911 那我们就怎么样 把那个条件改一下 就这两行 我先把它用贴的好了 基本上的话我会有两个条件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少那个1970以后到1980 这个range的那个会员 那我可以怎么下 1970 哪一天开始 1月1号 这一天出生的到哪一天结束呢 19 198 1979好了 12月的31号 这一天结束 那请帮我捞出这些会员的资料 因为可能我会需要把它做区隔 哪一个range的会员 因为其实真的不同世代的人想法真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旧世代的人没有在学习新世代 他会不懂年轻人在想什么 而且会差异还蛮大 代沟非常严重 对不对 你会发现真的 但还好啦 我的意思都有在接触年轻人 而且我花蛮多时间在看YouTube的 不是看我自己的 我看你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我没有没有看就不知道 看了之后发现真的跟我们差还蛮多的 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年代跟现在年代差太多了 就像师生关系好了 我们的年代师生关系没有这么 这么happy的 我以前常常被老师骂 而且还会叫你罚站 我那时候念研究所硕士发现的时候 我只是迟到个三分钟进教室 我老师不给我进来 因为我那时候念师大研究所 你以后怎么当老师 当老师迟到的话还得了吗 老先生 你只能给他骂 还被他列为黑名 所以从此以后不敢迟到 一定要找到 OK 不过那个年代 你可以理解的 像这年代如果 还有人这么凶 那老师应该是没办法生存的 OK 不过他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是关爱 他是希望你好才会这样骂 所以哪一天如果骂你的话 而且像我现在跟小朋友 像我儿子一样 我也不能用凶的 因为我的爸爸是很凶的 不是打就是骂 但是你也会想到他是应该是出于爱 OK 不会真的是讲到打你 可是现在小孩就不知道 现在你要和颜悦色 有没有 所以以前 就是什么色男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色男 以前色男是 就是 对父母亲和颜悦色很困难 但现在是对小孩子和颜悦色很困难 你不能说对他很凶 对他很凶他会 好 算了 好 重点就是世代不同 OK 是 所以呢 你要明白 OK 而且现在年轻人比较重视他的权益 OK 所以我们还是 OK 就针对我们该做的事情 来Enter一下 好 不过一样的问题 Nast Search Table 有没有 所以以后特别追打 出现这个错误就知道 因为这边我的这个table 我刚刚忘了改 一下table1 一下table2 好 这边的话 1970的1月1号 记得输入的格式 通常也是用这种 年月日的1979的12月31 Enter一下 好 可以查出来了 所以特别追 你要一个报表 这样撈就很快就撈出来了 有没有 比如老板说 你帮我把哪一个range 哪一个区间的资料捞出来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类似像下这样的语法 这个方法其实在以色尤里面也有 以色尤里面很简单 以色尤里面就有了 Between有没有 介于啦 OK 那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下这个语法 重点 一 一样先下X 那特别注意不用转型 因为input过来的日期 在SQLite 我看它也是把它当文字看待 就是你可以把date type 虽然它date type是一个形态 可是你丢那个 就是说查询的方式 你可以把它当成跟文字一样 前后加单以号 但是有一些其他资料库 date type的话 是前后加紧字号 我本来以为是加紧字号 结果不对 它好像不能加紧字号 但是有些资料库是加紧字号 OK 那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slate 一样from那个table 后面记得会有 C 指的是开始时间 所以把 诶 不是 C欄 C欄 会有C欄 C欄指的是生字那一欄 between 这个主要关键字就是这个between 后面记得要空一格 然后呢 加上开始的时间 and 结束时间 而且记得 在那个什么呢 between后面一定会有个空格 and前后这边也有空格 这个空格我记得一定是必要的 如果你没有 没有这个空格好像他没办法解析 就会出错 OK 有没有看到between 就有点像你在跟那个资料库讲一个很自然的英文 英文字跟字中间一定要空白 如果没有空白的话也很容易出现错误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between 然后因为呢我刚刚讲过你可以把那个x 如果他是那个日期时间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文字一样处理 放到这里面between end 所以得到的结果就可以把那个某一个区间的日期资料给塞出来了 那最后当然的一样 我们如果说筛选的资料如果某一些栏不要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边总共四个五个栏位 如果你其中几个栏位不要的话一样嘛 你可以把哪一个栏位把它拿掉就好了 像我们之前不是只要什么姓名跟手机 那你如果print的话你甚至可以把什么 把编号 假设编号不要 甚至我也不要 OK我只要什么 姓名跟手机的话那就是这两个 那将来你输出的话就是什么 roll 编号不要 然后再这个是 这个什么 生日 然后这个是血型 OK那这样的话呢得到的结果 也就是会你要的那些栏 OK 然后你可以再针对你要的资料 比如1980好了 1月1号 假设我要1980的1月1号 到1989的12月31号 这个区间的资料帮我把它抓出来 OK 看一下 错误 out of range 两个 这个跟这个 in road 5 对对对 这个如果 几个的话记得 对对 后面改两边都要match 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说栏数不一样 也要把它更更正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一样 1月1号到1989的12月31号 Enter一下 OK就筛出来了 OK有两个栏位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刚刚 我觉得 孤离 稍微 说 谢谢大家